好創下剛看到上個禮拜 美國推動晶片法案之後 緊接著美國商務部 再殺中國半導體 現在限制的是EDA的出口 然後金融的脫鉤 事實上也擴大 準備再下架的是 100多家在美國掛牌的中概股 現在美國和中國之間 美國全力在初級是 金融要脫鉤 科技要脫鉤 在美中之間 美國要全面和中國脫鉤之下 習近平就馬上出擊 他要去跟中東掛鉤 所以英國衛報說 這個禮拜習近平從疫情起來到現在 將近兩年半沒有出過國 習近平要出國了 他要去上次拜登等於是被冷落 被洗臉的沙烏地阿拉伯 上次拜登去的時候 沒有大規模的歡迎 然後沙烏地阿拉伯的外長 還跑到美國那邊去訪問 說我們不會增產 但是習近平這次去 目前衛報報導 他們已經在利亞的 在吉達的港口 準備了上千條的歡迎的標語 和中國的五星期 要大肆的歡迎習近平 所以習近平這次去 看起來沙烏地阿拉伯 對他的歡迎 會比拜登強很多 那習近平這時候去的時候 有兩個意義 第一個意義就是 現在全世界在天下為中 拜登在帶著印太地區 所以習近平在中東 美國的權力空缺 習近平要去填補下來 第二個是 他這時候能夠出來了 代表著北戴河 大概已經結束了 也得到了一個結論 那得到一個結論 習近平可以放心出去了 那所以呢 美國也就出來證實 因為11月的時候 在印尼的巴厘島 集團體的高峰會 目前看起來 習近平也會去了 那也會去的時候就證實 拜登和習近平 就可能在巴厘島集團體的 峰會上會碰到面 可是目前沒有講說 通常這種的時候 兩個人會一對一的高峰 雙峰會 但是有沒有這個會議 不知道 還是兩個人只是見面打了一個寒暄 這裡面都牽涉到未來美中一個情勢 非常複雜的情況 而美中其實複雜是什麼 拜登呢 在裴洛西出訪之前 一定要打電話給習近平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說 他希望能夠跟習近平談一談 調降一下川普那時候 對中國貨品的一些關稅 可是呢 到目前為止 目前的講法是說 可能呢 因為裴洛西訪問之後 中美的情勢 台海的情勢之後 會暫緩這個調降關稅 而這樣一個新聞出來之後呢 白宮呢 發言人是說 拜登尚未決定 然後雷蒙多呢 這商務部長 他主管的人就說 因為呢 就是裴洛西訪台之後 地緣自治相當複雜 所以總統要做更多的權衡 所以現在這個情勢是更複雜了 而這更複雜裡面呢 根據美國的那個去統治 到目前7月底而已 在中國 在美國紐約那邊掛牌金融市場 已經被下市了153家 裡面有主動的 有受到美國列入實體清單的 已經153家下市了 幾乎是中國到美國去掛牌的一半了 然後在此時呢 又有五家中國企業 自己呢 就是中國石油 中國人壽 中國旅業 上海石化 他們說是以行政負擔 和維護成本太大 也主動的向紐約的證交所呢 提出了要註銷登記 所以這金融脫鉤也在進行 可是最核心的 美國出手最大的 就是科技脫鉤 晶片法案過的時候 美國同時在硬體上 對於7奈米以下能夠去做 7奈米以下先進製程的 先進的設備硬體 也已經禁止出口 那現在正在的叫做晶片之母 真正核心的軟體 EDA 美國也要限制出口 而這EDA限制出口 中國呢 基本上它就是做任何的設計啊 封測啊 或各種的 裡面最核心軟體 美國三家公司掌握了 至少中國77%以上 而且呢 它現在對來講的話 它不但是做這個封測要用 對於下一代 就是整個台積電三星之後 還往二奈米三奈米 下一代的GAAFET 這樣一個技術非常核心 那中國這個時候 幾乎沒有能力去處理 所以中國是哀鴻遍眼 他們兩千多家的IC設業廠商 他們自己在那邊哀叫 可能要倒一半 甚至有人想說 如果真的被禁下去 而中國在這方面 軟體上的一個落後 可能中國的半導體會被打倒退十年 另外一個外界關心的是疫情 特別是今天網路上傳出來 上海徐匯區的IKEA 幾乎是發生了嚴重的這一個疫情 大家很擔心 再度封殺的這一個狀況 一想到封鎖 整個上海人就是悲公舌疑 膽戰心心 所以我們看到那畫面 那在徐匯的IKEA那邊呢 突然之間呢 他們有廣播說 接貨當局指示要封鎖賣場 一聽到封鎖賣場 他也還沒有解釋是任何了什麼狀況 大家就馬上想到COVID-19是疫情 所以你看到一聽到之後呢 所有人呢放下東西 趕快往前衝 往前衝 就擠到了那個出入口那邊 那出入口那邊本來警衛人員呢 就開始要接受指令 要把它給封住 裡面的人呢 在外面一直推擠 最後把那個門給推開 推開之後 大量的衝出去之後 等到衝完之後 警衛才把門給鎖起來 然後這鎖起來之後 那當然麥曹只說 他們在做一個防疫的措施 也沒解釋 到底是什麼狀況 可是這個情況 就已經讓上海人 嚇得要死了 因為呢 在11號的時候 目前上海是有 才傳出7例 可是7例其實 數量其實在現在 在這狀況是很少的 可是你看到沒有 那麼的緊繃 大家嚇死了 因為一封進去之後 會不會就在賣場裡面 要過日子 過很久 他們都不知道 非常害怕 那麼這種害怕 還有在哪裡呢 就是在海南島那邊 海南島那邊呢 他們的疫情呢 沒有被控制下來 所以呢 到現在有8萬人 已經到15萬人 困在海南島 他們9號的時候 要社會面清零 到11號的時候 還有12909個 所以宣布 社會面清零是失敗的 而這失敗之後怎麼辦 孫春南又出動了 要去蓋方艙醫院 所以海南島這一個島 也會變成是一個海中 很可能是疫情的一個 新的古島